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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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佛法修学的总纲领传授给你 也就是我们第一句讲的 富人在想象 把修学的目标方向告诉你 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 你不立这个目标 你也不立这个方向 正是所谓归云无二路 方便有多门 佛家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方便有多门 归云真的是无二路 那么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目标就是觉正经 佛法僧是觉正经的意思 诸位看六祖谈经 你看看六祖为大家传授诡异 他不讲归云佛 归云法 归云身 我当年读到这个经文 我就在想 他为什么不用归云佛 归云法 归云身 大概佛教传到中国来 那是有一千多年了 可能在当时就有人听佛发声 把意思错毁了 我们今天讲归云佛 你就想到佛像 归云法 你想到经典 归云身 你想到出家人 那全搞错了 所以他不能不改变一个说法 他说归云觉 归云正 归云进 然后说 佛者觉也 法者正也 身者静也 这个讲法我们就很清楚 很明白了 归是回归回头 从哪里回头呢 从迷惑颠倒回头 以自信觉 这叫归云佛 从邪知邪见回头 我们现在讲 从错误的想法看法回过头 以正确的思想 这叫归云法 从一切 让无回过头来 以亲近心 这叫归云身 所以身保代表的是 六根亲近 一尘不染 因此 佛教我们归云 是归云自信三保 不是归云外头的 归云外面的 那叫心外求法 心外求法 在佛教里面称之为外道 你学佛 学成外道了 错了 三保是自信三保 但是 住持三保 外面的三保 它有作用 什么作用呢 它提醒我们归云自信三保 没有人提醒 常常忘掉 所以看到佛信 我们想到自信觉 我一定要 拘而不迷 平常 日常生活当中 从早到晚 你对人 对事 对物 一定要记住 拘而不迷 这个法案呢 是从错误的想法 也就是 对人 对事 对物 我们想错了 看错了 要从错误回过头来 以正确的 想法 看法 这叫归云 罚了 看到出家人 不要理会 他修行怎么样 与我不相干 他修得好 我也沾不上光 他修得不好 也不会连累我 我一看到出家人 我就要想到 自己六根亲近 一尘不染 用他这个形象 提醒我们自己 所以 住持三保 有很大的功德 他帮助我们 时时刻刻提醒我们 这才叫自归大福天 叫三自归 众之 执众不死地 我们依照今天理论方法 修行 把佛的教诲 落实到我们日常生活工作 除世代人 除世代人 就功夫好的人 三年五载 你就岂如 不死地 你对于这句话的 所讲的境界 你就明白了 我讲经常常跟同学们说 我讲经常常跟同学们说 学佛 其入境界 好处 这世间人所想的 怎么样 叫我能够不衰老 不生病 这大家迫切希望的 不死 还没有人 给我讲过 都不愿意老 不愿意生病 真的做得到 最后告诉你 真的不死 了生死 出三界 了是明了 生死到底是个什么会事情 你清清楚楚 你明白不 叫了生死 这都是真的 一定要我们自己去证明 去证实 再看下面这首记 恩大莫过福 事又转发轮 愿使一切人 得福甘露江 这首记子里面所说 事处事间 恩得最大的 无过于佛陀 这就是直 释迦牟尼佛 如果不使他出现在世间 教导我们 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真相 怎么可能明了 不可能的事情 真的是他老人家出现于世 虽然我们没有缘分 跟他出生在同一个时代 在他末发之期 我们还能够读到他的经典 我们从经典里面觉悟了 明白了 能信 能解 能愿 能行 我们跟释迦牟尼佛就同在了 他的恩德 就是底下这个三句 事又转发轮 发轮是代表讲经说法教学 现在世间人 很重视标志 外国人非常重视 我这次在澳洲 澳洲同学们告诉我 他说法师 你们到场印这个名片 一定要把你们的标志 mark印上去 他说外国人重视这个 我们佛教 用的这个标志 就是用伦 用伦 来代表释迦牟尼佛 一生所讲的真理 伦的像 圆满的 伦是语言 语言 读一下的 有缘心 有缘周 缘心在哪里呢 缘心肯定有 缘心绝对找不到 那么诸位学过几何都知道 肯定有 但是你找不到 那么周从哪里来的 周是从缘心变现出来的 那么这个相 代表佛所讲的真理 空有 不二 性相 也如 缘心是这样的发心 缘周是这样的发相 心 是代表理 缘周代表四 一跟四是一 不是二 那么硬在我人身上 那个缘心就代表我们的真心 缘周就是我们的身体 身体有 身有 心是空的 所以你的心 要虚 要空 你的心就灵了 智慧就生起来了 心里头有了东西 坏了 心堵塞了 你只会起烦恼 不会开智慧 所以心永远要保持 六足所讲的 本来无由 心就灵了 身呢 身是个缘周 缘周的作用一定要动 心不能动 身要动 身要不动 人就死了 你看看我们平常讲的名词 活动 动嘛 这个人是活的 不动啊 这人就死了 那你要活 你就得动啊 身要动 心可不能动啊 心要一动呢 心死了 现在这些人呢 心都死了 身在那里动 行事走肉啊 这叫凡夫 佛菩萨高明的地方 他心永远清净 六根接触六成境界 就是对人 对死对我 永远保持清净心 他在境界里头 决定做到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足 大臣今生常说 那且常在定 无有不定时 定是真心 所以各位懂得这个道理 你就晓得怎样养生了 就怎样知道 不老 不病 你懂得这个道理吗 心情净 神要活动 人怎么老的呢 古人说得好 又能使人老 你的烦恼忧虑太多了 所以你老化得很快啊 特别容易感触到的 我们有很多朋友 过去的同事同学 他在工作的时候 每一天忙着自己工作 没有想到自己衰老 做得很起劲啊 很有精神啊 到一旦退休了 离开工作岗位了 两年不见面 我一见到他了 至少衰老了十年 什么原因呢 工作的时候没有想到老了 现在一退休了 老了 老了天天在想老 想老嘛 不就老了吗 怎么老想老的嘛 老了一定就想到要生病啊 所以病就来了 就这么回事情啊 我们这个行业好 为什么没有退休的 所以永远呢 这个脑子里头没有老的这个观念 也没有啊 也没有啊 这个这个病的观念 所以他就不会老 也就不会生病啊 我这个医生 偶尔生一个什么病呢 上风感冒 除上风感冒 没有生过病啊 我不要找医生 我也不要吃药啊 休养几天嘛 就恢复了嘛 所以注意要想 不病不老 你千万不要天天去想老 去想病 那你就亏据吃药了 这法能里头表的意思啊 佛用这个来保佑世界 一切众生 后面这两句 是阿南希望 我们大家接受佛陀的教诲 应当认真努力学习 愿使一切人得佛甘露奖 把佛陀的教诲 比喻作甘露奖啊 会传到彼岸 法庆引大千 并我无有二 法云无上阵 会传比喻佛法 佛法是智慧的保证啊 能帮助我们历苦的路 苦是我们现在这个案啊 我们依照佛法修学 宇宙人生真相 明白了 苦就离开了 你就得到真路 那就从苦这个案 度到落点 被暗了 这离苦的路 法庆引大千 法庆也是比喻 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 引导我们超越大千世界 大千世界是六到十十法界 超越大千 那你就是证得一真法界 华言经上讲的法身菩萨 法身菩萨是真佛了 那不是假的 那是究竟圆满的成就 你确定能够赠得 你决定能够赠得底下这一句 比我无有二 这一句是大臣经里面讲的 入不二法门 诸位要知道 不二就是一 就是一真 入不二法门 就是入一真法界 一真法界是谁住的呢 佛菩萨住的 不是普通菩萨 法身菩萨住的 他们住一真法界 大臣经里面 华严经上讲的华葬世界 净土经里面讲的 极乐世界 都是一真法界 希望我们 接受如来教诲 要证得 不二法门 证得一真法界 这个才是修学 到圆满 不能中途 终止了 那就错了 一定要把学业 圆满完成 虽然是小陈经 这一句是大臣 究竟的国报 法云 五上阵 这个法云 就是发菩提心 发四红十月 因此 因此我们今天 这个学习 一定要有一个 圆满学习的心愿 那就是 绝不是为我个人来学习 我要为全世界 一切苦难众生 来学习 这样就对了 我念这一句 阿弥陀佛 不是为我自己念的 为全世界苦难众生念的 深深佛号 里头都从这个 大怨心发出 这个功德无量 感应不可思议 如果说齐心动念的 为自己 这个心量太小了 怎么样去苦修 怎么样精进 得的效果很少 恒微弱 量大佛大 一定要把心量脱开 想到自己 一定想到别人 要想到全世界苦难众生 我们才能够 与祝福菩萨感应到脚 我们才能够 与天地归神 起感应的作用 直到虚空伐界 一切众生 跟我是一体 这样才能发大慈悲心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无缘 现在的话讲 没有条件 我们尊敬一切众生 敬爱一切众生 信任一切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没有条件 好谈 为什么呢 比无不二 还谈什么条件 我们用这种信心 除世代人家 必然能够得到 所有不同国家 不同种族 不同宗教的这些人丝 善意的回应 社会才能永久安定 世界才会永久和平 要靠我们大家觉悟过来 醒悟过来 真的这样去做 和平是可以落实的 和平这个世间人 就要了千万年了 我看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和平了 毛病处在哪里呢 大家都希望众生能够活目相处 这是个愿望 是个果报啊 果必有因 不修因 希望得果报 哪有这个道理呢 因是什么呢 因是平 平等对待 人与人能够平等对待 过与过能平等对待 足与足平等对待 宗教跟宗教平等对待 世界就活目了 所以中国人叫和平 和是果 平是因 修因才能得果报啊 我们要懂这个道理 要从自己本身做起 我们以亲近平等 真诚心待人 人家也会以善心来回报 和平的曙光就看到了 我这些年来 在新加坡 在马来西亚 在澳洲 团结不同的宗教 团结不同的族群 一什么呢 完全依经典的教会 受到很好的效果 说明佛的教会是真实的 只要我们能落实 就能够做到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人民幸福 要靠自己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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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祭宋 二十八首 我们就讲到此地 再看幕后 这是本经的流通分 阿南送如是意 祝会大众一时心结 皆法无上真正之道 生了大开甘露之意 这一段文 这是总结阿南的二十八首寄送 阿南说完 参与法会的大众 对于前面四个单元 佛陀的教会 那么前面 这个寄送阿南的劝导 这一时醒悟过来了 明白了吗 心结 这是对于佛说的 阿南所说的 都能接受 都能相信 都能够理解 解法无上真正之道 发心求学 发心向佛学 求求求求求真正之道 就是前面所讲的 佛人在想象 比我无有二 这两句他真的懂了 真搞清楚了 生了大开 生了是印度话 繁文 精进的意思 跟大开连起来 这精进里面有 披甲精进 我们讲 勇蒙精进 像打仗一样 现在打仗也是如此 坦克 庄甲军 军队 在前面冲锋 取这个意思 我们要精进 不懈 干露之意 这是比约 所需求的 无上佛果 无上正等正求 再看底下这一段 相信三千 从事得度 开示到地 为作桥梁 这一段很重要 我们自己成就了 不要忘记帮助别人 一定要像佛菩萨一样 自己对行 学业成就之后 一定要为众生佛 回过头 要像佛菩萨一样 去帮助苦难众生 这样就对了 不是说 学了你自己得到之后 就可以去享福了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不在极乐世界享福 要到我们这个人间来受罪 印光大师 诸位知道 这是西方极乐世界 大师至菩萨再来的 他为什么不在极乐世界享福 要到我们这个人间来 实现 来吃苦 我们要生命大义 佛的学生 不是享福来的 我一直到万年 实在讲 逼不得已才建两个道场 是为离开图书馆 你们这些同修 看到你们在外面流浪 无家可归 身心不安 给你们建两个道场 不是我要建的 你以为建了两个道场 我会去享福吗 我没有这个佛报 所以很多同修问法师 你将来在哪里 我还是到处流浪 一切随远 有佛菩萨面牌 哪里有云 哪里去 我不会在澳洲相福 也不会在古境山上相福 偶尔去看看大家 那是什么 你们修得不错 我就看看你 你们修得不如法 我根本就不会去 所以要为足桥梁 为这些苦难众生 做得度的桥梁 要发这个信 前面这两句 香薰三亲从事得度 是讲的 自己成就 这个香 我们佛经里面讲 界定真相 界定慧 谢陀 谢陀之见 叫五分法身相 这是讲你自己成就了 你自己成就 三千大千世界 祝福菩萨善神 都欢喜 都赞叹 也都拥护 后面你要舍己为人 要为一切众生 开始得道之地 我们讲普度众生 像佛菩萨一样 把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工作 承担起来 承担起来 不辞辛劳 天天为大家上课 只要有人真正肯学 佛事门中不舍一人 真肯学的 一定要去帮助他 修佛 要没有 接受苦难的精神 你在菩提道上 肯定没有成就 好疑勿劳 贪图五欲六成的享受 你天天在增长 贪嗔痴 佛法是叫我们天天要减少贪嗔痴 你贪嗔痴 天天还增长 你跟道完全像悲了 你怎么会成就 所以我们选择好的处所 建立道场 是帮助大家成就道业的 不是叫你到那边去享福的 你要去享福 要想一想你有多大的佛报 到那边去了 几天佛报就享尽了 你不去 也许您能够活个八十九十 到那边去的时候 可能四十五岁 四十五十你就死了 为什么 佛报享尽了 这都是真话 一定要利用好的修学环境 勇猛精进 成就自己到业之后 出来教化众生 现在全世界 大家知道佛法好 佛法里头却私自 没有好的老师在教导 我们在那里做培养老师的工作 要具足教学的能力 第一个是德行 你要没有真正的德行 经教学好了 你也教不好众生 为什么呢 又才无德了 因此我们今天教学 最重视的是德行 德行一定要把自私自利放下 把明文立扬放下 把享受无欲六成放下 把贪嗔迟慢放下 你才能够尽得修业 如果这四种事情放不下 充其量 你可以做个佛学家 在这个世间 可以拿个佛学硕士 拿个佛学博士 断烦恼 触三界了生死 与你毫不相干 你就错了了 所以我们要学佛 不要搞颠倒了 颠倒是什么 颠倒是佛学 佛学跟学佛不一样 学佛可以了生死 佛学不能了生死 千万记住 不要去搞佛学 要学佛 学得跟释迦牟尼佛一样 我们就成就了 再看最后这一段 过往成名 天龙鬼神 温尽欢喜 阿难所说 且悲且恐 祭守佛族 借离阿难 受教而去 这是记载 当时参加法会 有过往 有大臣 也有许多人名 听释迦牟尼佛 听释迦牟尼佛 讲这些道理 过往成名 是我们肉眼能看得见的 环游肉眼看不见的 天龙鬼神 天龙鬼神 也都在道场 听见闻法了 他们闻尽欢喜 阿难所说 这一句也不能省着 末后二十八首祭颂 是阿难所说的 阿难的心得报告 里面许许多多劝导我们 且悲且恐 这个悲是悲鸣 这个世间还有许许多多 业章重的人 没有缘分见到佛 没有缘分闻到佛法 待他们悲伤 恐是对自己 听了佛陀阿难的教诲 恐怕自己做不到 也在努力自己 记守佛子 记理阿难 这是对于老师的 礼尽 老师教学 业无所求 不像一般 这个教学 还要交学费 摄加木尼佛一生 教学没有收过学费 所以我说 他老人家的身份 要用现在的话来说 他是什么身份 他是一位多元文化 社会教育的工作者 而且是义工 而且是义工 义务工作者 一生做社教义工 我们一定要向他老人家学习 可是现在呢 时代变了 我听说 在外国听说的 法司讲经说法 卖门票 归宜都是有价钱的 听说价钱越高 人还越多 现在人不知道 什么样的心理 有一年 我在麦尔尼 那边同修 请我去奖金 一些人就告诉我 法司啊 你这里穿不穿皈衣啊 我说可以啊 价码多少啊 我问我 我说我们从来 没有收过费用 收过钱的 别的法司 尤其是西藏的这些 喇嘛仁波切到这里来 灌顶呢 都有价钱 至少是美金二十块 多的是五十块 听说价钱越高 人越多 但价钱越高就灵啊 少了就不灵啊 法司你这个皈依 说不要钱 人家说你这个不灵啊 所以今天社会 对于佛法误解 太深了 太严重了 没有人去宣扬 没有人去讲 受教而去 把这个过程学完了 离开了 离开老师 离开老师 不时就没事了 他们如何把接受的这些教诲 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 一交奉行 这才是如来真正的弟子 这部经我们到此地呢 是将圆满了 这次受时间的限制 后面的速度比较快一点 那么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总结 这一部经上 佛在这里教我们什么 这个要知道啊 佛在这一部经上呢 可以说 教我们四种事情 第一个要深真心 对于 释迦牟尼佛 以及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的教会 虽然没有完全传到中国来 但是他重要的经典 都传到中国来了 印度当年一些高僧带来的 我们中国有高僧到印度 去留学带回来的 因为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 电级太多繁重 运输艰难 带来的一定是精挑戏剧 都选最好的东西 到了中国来了 分量相当之多 来到中国 当时是帝王护法 都认出家人 为老师说过世 对法师 礼遇有加 以国家的力量 从事于翻译的工作 佛经在中国 不是个人翻译的 国家翻译的 道场 就像我们今天讲的 过立殡仪馆一样 规模很大 我们在历史上上记载看到的 旧母罗什大司的一场四百多人 你看那边质 玄庄大司的一场唐太宗互乏的六百多人 多么大的规模 集合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 从事于已经的工作 让佛法代代相传 中国人得到佛法的利益 依照佛法修行 开悟正国的人很多 这是我们在《大藏经》里面 《死传部》里头都能看得到的 现在这一代没有了 别说正国连开悟的都没有了 大概还有极少数的谈定 那就很难得了 为什么会变成这种现象呢 上司没有了 道德之人没有了 佛法衰为了 我们今天遇到佛法 头一个要知恩报恩 阿南在此地赞叹了 世处世间恩得了 佛定恩得地大了 我们知不知道 我们今天接受佛的恩得 用什么方法报佛恩 必须踏着佛陀的足迹 不辞辛劳 把佛法介绍给广大群众 现在方便 可以利用高科技 所以我一出来奖金 我就看中了电视 所以我们在金美建一个图书馆 那是二十多年前 我们的图书馆就叫 华藏佛教识听图书馆 我们就开始走这个路子 我们的财力非常有限 因为我们一生心力都用在经典上 我们不应酬信徒 不霸解人 不去讨好人 所以有钱有力的护法 我们到场一个都没有 我们在我们道场都是平民 有钱有势力的都到别的大庙去了 我们这个小庙他不会来 他也瞧不起 因此我们只保留落影带 落影带 那么到最近这几年 做成了光碟 微信地 那么也上了网络 而且我们讲今无论是书籍 这个录像 我们通通没有版权 欢迎流通 如果是版权所有 这是违背佛陀的教诲 为什么呢 你的慈悲心没有了 你寻求一点小力 把众生文经文法的语言给断掉了 那个罪过很重 我们因为没有版权 所以大家拿到之后 他自己就去翻印 到底印多少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流通量编辑全世界 前些年 我到新加坡 也陪法师请我吃饭 我问他老法师 今天为什么请我吃饭 那个素菜办得很丰富 在新加坡 一个很有名的素食馆 他办了一个斋情 老法师很谦虚 告诉我 是惊恐法师的 你的法语言很好 你能不能教我 我说这个 不必请我吃饭 你来问我 我还敢不说吗 为什么法语言这样好呢 我们要跟众生广结法语 不能吝啬 我知道 他写的书不少 总有几十种之多 他有个地观全集 如果你的著作后头 版权所有翻印避旧 你的法语言就断掉了 他听得很难过 你想想看 我们在台本 我有一个佛陀教育基金会 每一年出版的东西 很多流通全世界 也陪法师一本书都没有 他说为什么 你后头版权所有 我要印了还吃官司 谁敢印你的 他就没有话说了 佛法要流通 要立业众生 不可以限制 我们所流通的 完全是免费赠送的 绝对不收回一分钱 我们基金会的同仁 都能守住这个原则 我在成立的时候告诉大家 我们收入的钱多 多做 少就少做 没有就不做 我们大家念佛都自在呢 决定不要到外面去画园 找钱 那你叫自找库持 为什么呢 那叫攀园 不是随园 我们随园 不攀园 所以你们大家 供养我的这个 全部交给佛陀教育基金会 做什么用呢 这四十个小时 我们讲的会做成 微息的流通 这些钱那就做这个 我们不要花园 我们这个流通出去了 人家听到欢喜 他自然他就会翻印 他就他就会去去去流通了吧 这样流通越流通越广 的利益就越多 所以我们修佛要生真心 要起真心 要求真结 最后一定要利益众生 决定不要想到自己的利益 那你就错了 说不能想 人一想福 给主说 你想你到了七老八十了 像我这种年龄了 有许多人来照顾你 伺候你 站起坐下 两边都有人福到 那也想福啊 你想想 想的是什么福呢 老病死的福 我的老师 李宾南老巨师 95岁 都不需要人 伺候 没有人照顾他 身体健康啊 我 我要有人一伺候 马上就老了 马上就生病了 你说到底哪个好呢 活到一百岁 两百岁 都不需要人照顾 我还能照顾别人 这个好啊 所以新加坡 你看许哲居士 今年一百零三岁 他那个身体健康的状况 就跟三四十岁的人一样 每一天照顾二十多个老人 病人 他照顾人 不需要人照顾他了 你们想想看 你们是福祉人好 还要别人福祉你好呢 想想就知道了 好 今天我们时间到了 这个 这部金也满了 祝福同学们 健康长寿 和谐 这个经常开头讲的 自在邪偶 邪偶就是 一切四称心如意 可是不要忘了 要为世界苦难众生 敬我们一分 心力劳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